大連疫情蔓延至五地九市 其中包括福州市 繼大連市進入暫時狀態 7月27日晚間 福建省福州市也宣布進入暫時狀態 官方稱從大連回來的一個無症狀感染者 使數千人接受排查 網友質疑 只一個無症感染者何須進入暫時狀態 今日美中滬峰領事館且在南海的衝突急劇升危 在此敏感時刻北京突然宣傳預防空襲等消息 上海舉行臨戰人口疏散接受安置行動演練 並透過各種管道營造反美及開戰在籍的氛圍 不料在民間產生反效果 網民笑稱老百姓不用防空 美軍精準打擊定點清除 言怪之意 美軍的斬首行動是針對中共高層去的 7月28日中國各地意向頻傳 連日高溫的中國首都北京 下午突降六月雪 而當天正逢河北唐山大地震44週年 唐山市下起大暴雨 風仁區湧陷洪水 中江下游的上海也遭遇極端氣候 中午時分狂風暴雨 電閃雷鳴 打雷頻率每分鐘23次 聲音大到誤以為爆炸地震 市民直呼恐怖 另外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周一才剛關閉 成都29日凌晨突然狂風大作 並下起暴雨 更有不少當地民眾反應 被陣陣轟轟天雷給驚醒 中國南方持續暴雨 造成長江與淮河流域洪災氾濫 中江第三號洪峰中央以每秒6萬立方米的流量 灌入三峽庫區 當局以每秒3.8萬立方米流量洩洪 而淮河安徽王家霸易開閘洩洪 造成當地20多萬元被迫離鄉 南方27省共計5000多萬元受災 新航亞太電視總理報導